大家好 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7月31日 星期六 明天就是8月了 我發覺view數升了之後 有些五毛來搞我 叫我7月14日下去 忘記了 多謝Amy有幫我還擊 大家幫我痛擊五毛在下面 在留言板上 有些五毛出沒 大家幫我痛擊他 好 我開始了 教協以於今年的3月和7月 以政治環境為理由 先後退出民陣和支聯會 新華社今天凌晨發稿 再斥教協煽佈搗亂 包庇獨師 文章說 民陣和支聯會的關係錯綜複雜 既然民陣和支聯會已經在劫難逃 教協也要依法清除 新華社發表一篇由記者劉明陽 讚寫的文章 題為 香港教育要正本清除 必須剷除 教協者火毒瘤 文章提到 雖然教協已宣布退出民陣和支聯會 但也不能勾銷其過往的煽暴搗亂 和害香港的罪責 包括煽動暴亂的各種遊行集會等 因而要被剷除 就這個具體的事例而言 文章指教協在配合亂港勢力 在立法會瘋狂拉布 更在反國教非法佔中修例風波等 社會事件中煽風點火 多次鼓勵大中小學生罷課 以及將政治滲入校園等 文章指出 教協和資源會存在錯綜複雜的人員 組織資金和利益勾連 而民陣和資源會已是在劫難途 相信必定會受到法律的審判 文章表示 教協會長清奇政治立場不改變 顯示教協並無悔意 退群只是權宜之計 妄想洗白是自欺欺人 文章最後又說 港府有關部門必須對教協有關問題徹查到底 香港教育要正本清源 就要依法清除教協 他就這樣說 另外 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文章 指教協的所作所為與教育背道而馳 形容教協是必須剷除的毒瘤 文章提到 教協煽動私生罷課 炮製港獨教材 售賣黑暴書籍 鼓吹歪理邪說 這麼多四字成語 那一項是為香港教育著想 及為在校師生考慮呢 批評教協有目的有組織 反中亂港的惡行 推波助瀾 是整個香港社會亂象樺生的一大禍根 以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社會恢復秩序 教育從獲安寧 教協毫無意外地走向窮途末路 那我想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 幫他這個加持幫教協 那我想教協很快 玩完了 大家聲目以待 另外 環球時報今天又發表提為 香港國安法 生命力在於執行的社評 表示昨天唐英傑案的裁判結果 表明國安法是有效的 無論違法者曾經如何肆無忌憚 正義中不會缺席 是啊 正義中不會缺席 是啊 環球時報你看一下 社評又止 香港國安法的生命力在於執行 利劍出竅 香港安難 大快人心 我們香港國安法有反國制裁法 反外國制裁法 將這道組合權打起來 就是對香港 港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的堅決有力保障 香港民眾應該擁有這個現實和未來 好啊好啊好啊 那教協就回應說 沒有煽動學生示威也都反對港獨 強調教協是促進教育專業發展 和維護教師權益的組織 教協說 將會繼續不斷聆聽社會各界的聲音 和會員和社會各界溝通 做好教育專業工作 我看你都沒有多長命的了 教協 另外呢 教育局又宣佈全面終止和教協的關係 教協宣佈不會與教協或者他們的代表 舉行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會議 再不會就教育議題 諮詢他的意見 就是諮詢教協的意見 暫時不會處理 該會轉介的個案 或提出的關注 教育局核下的諮詢組織 如有教協成員代表 教育局會考慮終止其任期 並拒絕他們參與有關的會議 教育局不再承認 教協教師舉辦的培訓課程 因此學校不應該將教師 因此學校不應將教師 在今天之後參加該會的課程 計算在專業發展活動裡面 教協的事大約講到這裏 我想都沒有多久了 看看做得多久了 警務處處長蕭澤然在上任江門一個月之際 接受中通社的專訪 中通社是什麼 批評有人在背後推年輕人做爛頭卒 推他們做政治奉獻品 犯下影響一生的罪行 他寄予年輕人在做事前停一停 想一想 後果多嚴重 可能會影響一生 令栽培他們的父母擔憂 他又說 整場黑暴就是一場世紀大騙局 泛濫將不同謠言抹黑警隊 蕭澤然透露 現在不時跟年輕人交流 包括有坐牢的年輕人 他說近一年警方在各個地區做了不同的工作 特別是走近年輕人的 大家要做事前要停一停 想一想 蕭Sir說的 今天香港好像沒什麼大新聞 今天就講奧運 奧運 奧運 女排分組賽 今天就持續進行 中國將今晚8點45分對上全勝的意大利 帶俄羅斯奧委會和土耳其 分別以局數3比0擊敗美國和阿根廷 即使中國如下兩場全勝 也無法取得前四 第四輪未開賽已經提早宣告出局 為免失敗 中國旅排賽前 即是未開奧運前 近況都不差 在2019年世界杯奪冠儀會 當日的陣容和今次參加奧運的名單 只是相差三人 國家體育總局在奧運旅排開賽前 曾預言 中國旅排有能力 都有信心吸取2016年的經驗 以小組賽為契機 順利特為 力爭在8月8日的決賽裡面 實現升國旗奏國歌的遺免目標 現實和結局的期望總是相差很遠 結果出現重大差距 上屆是中國旅排奪冠的 今屆就出局了 拜拜 有風之旅之稱的香港陳希文 今天賽事排名第七 以總成績第八 完成今屆的東奧賽事 亦為自己的運動員生涯畫上句號 陳希文 危地馬拉的34歲老將 先贏五家朗 再錯韓國勁女 爆冷殺入四強 我下場球開始會看這位 危地馬拉的老將 贏五家朗那位 我怕你們不清楚他是打什麼球 他是打羽毛球藍單 黃色奇衣營 出來了 這個 五 bil蘇 破世界紀錄 銀牌的中國以1.28秒 輸給英國的 澳洲拿銅牌 新聞暫時那麼多 今天沒有什麼大新聞 我最後做多個 小小搞笑的東西 又找到一些資料看 女生最討厭男生的外形 大家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要輝贊助 訂閱我的Patreon Facebook Like 有什麼留言給我 我會看的 我最後做了這裡給你們 做了女生最討厭的男生外形 好 開始 韓國有個綜藝節目 做了關於 女生最討厭男生的外形排行榜投票 公開的結果有些令人意外 第一位竟然不是醜 到底有什麼比醜醜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不是 聽聽 你們聽聽 我看看 女生最討厭男生的外形 Top 7 排行榜 第七位 說話高音 在一個大排檔 或者人多的餐廳 隔壁總是一班高興興高采烈在廣播的男生 其中只要有幾個說話好高音 就會突顯他們好吵 甚至可以蓋過其他人的說話聲 而韓國的女生 亦都是覺得 男生高音是很煩的 第六位 多毛 這方面主持認為看上去沒有好租就可以了 大部份 女生都不喜歡體無濃密的男生外形 摸上去的手感比較有點噁心 第五位 身高好像是男生的自尊心 如果你長得矮 不單只會被女生嘲笑 更加會被男生看不起 不過也有部份女生覺得本身都不高 所以認為 其實男生比自己高就可以了 第四位 肚腩大 經常都說香港男人 中年發福 男人到中年發福就很容易出現肚腩 更不用說本來有些男生 是肥的 雖然有部份女生是喜歡偏愛有欲感的男生 但也不是每個女生都喜歡的 第三位 暗瘡多 如果整面都暗瘡的話 的確是會被人大打折扣的 不過記者認為 如果壓力大出一兩顆 都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 女生真正討厭的是明知自己 生滿暗瘡 當然有不好好處理的男生 第二位 楊衰 楊衰這家事 就 各花各眼 可能有些人都覺得白兩金很帥 看看大家怎麼看 第一位 是江頭 比楊衰更大殺傷力的居然是江頭 相信不僅僅女生討厭 其實男生都一樣 試問有哪個男生 想看著自己的頭髮 不斷脫 好幸好小編我 應該就只是中一樣 因為美不美 就見人見智 好了 大家有什麼意見呢 大家覺得哪樣才是最壞的呢 就是女生最不喜歡的呢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 拜拜